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排定一个工作顺序 比如一个委员会要有一个节目单 一个运动会要有一个程序册 节目单、程序册都是给要进行工作排定的一个工作顺序 可以称之为程序 它由具体操作组成 每个操作是一个指令 程序就是为某项工作安排的一个工作顺序 由指令序列构成 计算机程序是为计算机排定的一个工作顺序 由计算机指令序列构成 程序具有无穷的魅力 在现实世界中 由程序控制计算机可以完成人无法想象的工作 比如对海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求解大规模线性方程主 化学、材料和物理学中的物质特性或结构分析 地球、地质、宇航等极端条件下的科学研究 网络上的三国拨杀 象棋、福克、豆腾、魔兽世界等博弈和游戏等等 这些复杂的计算 对计算机来说就如同小学算术一样简单 它们都是由程序控制完成的 节目单、程序测要由人设计出来 设计节目单、程序测的过程就是程序设计 当然计算机程序也必须由人设计 设计计计算机程序的过程就是计算机程序设计 程序计计基础讲述怎样设计计算机程序 教你理解程序设计的基本思想与概念 掌握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 熟悉程序设计员的基本结构 使你有初步的计算思维和程序设计能力 从零基础到能编写小规模的计算机程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